通往秀林乡木骨木鱼生态廊道的一号隧道 从五年前坍塌之后封闭到现在 当地农民改走河床上的台电便到冒险进出 县政府获得中央全额补助改善经费 列维孔文吉、秀林乡的王玫瑰 还有华联县政府也在去年主持开工典礼 由于工程进度相当顺利 预计在111年12月底可以完工 秀林乡同门村的木骨木鱼生态廊道一号隧道 105年10月发生土石探方之后 累计五年的实验在去年度获得 中央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费和换县政府的支持 同时也在114年8月16号东宫开工 为了要了解施工的进度 秀林乡名代表蔡培和也前来关心工程的进度 由于施設的过程是相当的顺利 他也会持续的关注工程的情况 让主人们期盼已久安全的大陆能够顺利完工 同门村的隧道工程 从去年花包到现在 差不多快接近一年了 在施工中 那这个是我们县长 还有我们的立委 特别关心的事情 中央特别拨了1亿8千多案 来做这个隧道的工程 那我们立委孔文吉 特别常常打电话给我 叫我就进来这边关心 来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度 并且希望我们政府机关能够多协助他们 好让他们能够把这个隧道 能够尽早完工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看 也问这边的工班的主任 他们是说他们都如期的按照进度 而且比较落实的在做这个工作 希望做得比较安全 我有跟他讲如果经费上有什么需要 我们协助或者行政上有需要协助的话 赶快他送到华林县政府 县政府会找我们相关的单位 来协助他们解决 我们期盼这条隧道能够尽快完工 蔡白河表示隧道崩塌之后 当地居民改左台电在西床搭建了便道 进入山区务农 因临近溪流大雨之后 便道将会容易被积水或冲毁 经过多年的争取 终于期盼重建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